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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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了自己参加节目的感想 在文章中 曹俊表达了自己参加这档节目的些路历程和情感 感谢节目中的工作人员和警察学院的兄弟们 在最后积累自己努力的走下去 在文章的最后还爱特问一下女朋友蓝莹莹 还不冒撒一把狗粮 曹俊很多人看见曹俊的微博之后 有人对曹俊表示同情 认为曹俊演得很棒 有的网友认为这档节目有黑幕 作为真烈演员的曹俊 竟然被相声演员给PK下去了 怎么看都像有黑幕的事情 虽然一直有这档节目有黑幕的消息传出 之前吧 沈还不怎么相信 但是现在吧 沈真的相信了 曹俊曹俊虽然有的人说曹俊的表演痕迹过重 但是在把沈看来 曹俊在节目中不管是台词还是形体动作 还有面部表情都远远的胜于郭麒麟的 当然吧 沈也不是说郭麒麟的表现不好 只能说相对于曹俊来说 她的表演还是很青涩的 只是在把沈的眼中 曹俊还是更胜一筹的 曹俊你认为这一期的节目中 老一个人的表现更加出色 对于郭麒麟晋级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你认为这档节目是否有黑幕 在下方的评论处说出你的想法吧 本文为把沈原创禁止搬运及抄袭 图片来源与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网络侵权